我们最早开动光计划 可是最晚完成 有许多人他们看到我们的防纲之后 又纷纷表示他们不方便 太想知道台湾从前到底怎么回事 跟中国道路到底什么关系 跟这个事情从世界怎么演变来呢 对我自己来讲 连要去回想这个作品的力气 我都已经拥掉了 它是最难做的一步 我是李刚 大家好 我是影响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 跟光计划的总统 各位好 我是许明纯 我是光计划纪录片的导演 1953年6月11日 白团参与拟定的反攻大陆计划 光计划 它是期许反攻的速度像光速一般 我们有关心意 我们是本人以为的 刚出明智 我们很感激 还有总统帮忙 其能和红亮 为什么他要聘用白团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比日本人更加了解国共的问题 光计划是老蒋总统的 当时要反攻大陆的一个计划 它是用了日本的军官团 是我们觉得很奇怪 它为什么要用一个 雪海深仇的日本军官团 当时主要最高的负责人是 刚尊宁刺是头号战犯 那它会叫白团是因为它是 因为来的 当时日本军人不能够再从事军事活动 所以它都是用化名 就偷偷来台湾 团长叫富田直亮 那他们全部用中文名字 它叫白红亮 所以后来叫做白团 那总共有83个团员 就是企划反攻大陆 还有对国军的主心 因为国军就是不够现代化 所以他才会用日本的军官团来训练 从这一个计划 就叫光计划 从这个计划开始讲起 我们真的还非常想了解 我们不只想拍给大家看 我们太想知道台湾从前到底怎么回事 跟中国大陆到底什么关系 跟这个事情从世界怎么演变来的 不只想拍给大家看 我们也太想得到知识 我本人都要打得到 我本人都要打了 我认识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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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早开动 光计划 筹备要做 可是最晚完成的 因为它是最难做的一步 就是越近的历史越难讲 就是讲原来开始只是做白团 那我们的研究大概都要做 至少一年以上 那后来资料收集 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是民族觉得只做白团 好像NHK做的事情 他觉得想要做到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 也做大的东西做惯了 那我们也不是在做得奖卖座的东西 所以就是做一个 自己想要做的篇幅 跟想做的内容 民族决定要做到马锡惠 大概三年前决定的事情 那这个挑战非常的大 因为它的主题太大了 还有尤其台湾的民主化 跟本土化这个东西 它非常的敏感 它不太是一个历史 你可以解析的东西 它包括意识形态的东西 它很难做 The United States insists upon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to prevent the Taiwan military from planning any adventures against the mainland 中共对美国全球的利益 有非常重大影响的时候 美国是台湾的东西 中国和战争 没有战争 美国实际上是不可能欺负它的利益 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decision by either China or Taiwan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Taiwan will have to find some accommod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China's very big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only one goal in regard to Taiwan The delegation of Republic China has now decided not to take part to any further proceedings of this kind of country 其实在邀请这些所谓采访对象的时候 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就有许多人他们看到我们的访纲之后 就纷纷表示他们不方便接受采访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是在纪录片里面的元素 必须要有这些元素慢慢的 没有办法兼顾的时候 加上这个议题越做越大 然后花费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继续一直跑下去 就好像一个吉地马拉松一样 如果到一个阶段不做一个风险的评估 有可能选手会出意外的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这样子的隔夜 但是当然还是有一种不甘心 因为已经有一群人 包括全职的努力 这么多的努力汇集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让他走完 这可能会是我一生的遗憾 所以就是 最后我们真的就是用尽力气 然后为什么我刚会说作者已死 就是可能对我自己来讲 连要去回想这个作品的力气 我都已经用掉了 但是非常感谢就是最后 还是有非常多人 他们在这个作品里面贡献 就是付出了他们的心力 譬如说有三位我们采访的长辈 已经在我们影片上映之前 就已经过失了 所以我们都非常感谢这所有的力量 汇集 那另外一个也是从 可能从阿兆峰宇来 一直默默的支持我们这些朋友们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就是如果没有他们 没有这个基金会 没有他们这些力量 然后没有这么多帮助我们 我想我们真的会是在终点前 我们就坐那个车子 就直接绕走 因为也没有人知道 我们在开动这个计划 对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困难 但最终就是完成了 所以我的心里就是有很多的感谢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完成 我们从阿兆峰宇以来一直的努力 没有办法在这里做一个凝结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 那非常感谢这一天 就是他真的完成了 然后有机会跟观众见面 知道吗 我失望了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南韩承认中共 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方交国剩下26国 国家统一委员会成立 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一平一公 得爱不得清澈 没有个表 只有一种 改善两岸关系 展开良心废话 如果台独势力继续自于乱文 我们将台独行为 你要看到里面访问 多少的国外的学者 那个政治的人物 那个讲话都是很tricky的 他不是讲中文 然后包括受访的人 刚刚明淳讲的 这个东西非常的敏感 那个他要做里面的事情 我要去张罗外面的事情 那个真的很辛苦 一件事情 碰非常多的 用非常多的关系 这部片子不止珍贵 而且它非常的贵 可能一般人看不出来 他贵在哪里 时间就是钱 他非常长的时间 非常多的点 非常多的不同的语言 随便访问一个人 他是多大的量 才能浓缩出来一个 你要怎么去访问他 然后再从访问里面 那么大的量里面 去找出来一点 其实是 真的辛苦他了 那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整个故事结构 是经过非常多次的翻转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 没有用所谓的 大家常用的 编年的方式来讲 所以它是打破了这个 时间做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 我们常常自己在开玩笑 我们为什么画了一个 这种坑给自己挑 可是 就是创作本身就是 这么奇妙的事情 就是它越折磨你 你好像就越 没办法脱离 你不把它完成 那就永远跟着你 就像那个梦 它永远没有办法醒过来 是一样的 这个片子我们就希望提供 社会知识思考空间 跟社会对话 就是大家开始 真的一个公民社会 大家理性的思辨 我们把前面的七十年 爬出清楚 大家一起面对讨论 台湾的未来 到底怎么样才好 我们也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希望能引起社会对话 跟理性的思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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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